大家好,这里是火火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镜头惊魂系列 胆小鬼 这是一个用镜头记录的恐怖灵异事件 今天是贵子的生日 好朋友们都来给他庆祝 其中一人负责摄像 但负责策划这次聚会的瑞穗 今天却没有来 他明明是最期待这次聚会的 但昨天开始就完全联系不上了 说不定他会突然蹦出来 吓我们一跳呢 说完众人就开心地笑了起来 几个人也开始给寿星拍起了照 留住这美好的时刻 随后开始了吹蜡烛环节 这时手机上传来了瑞穗的消息 难道有人把聚会的照片 已经发给瑞穗了吗 但众人都说还没有发 几人都好奇瑞穗发了什么 聚到手机旁看起了信息 只剩下摄像小哥还在继续拍摄着 这时镜头转向了几人 但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手机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这么入迷 此时气氛显得诡异了起来 谁呢 几人突然站了起来 还问瑞穗是谁 说着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并说你看了那个也会明白的 几个人的头掉在了后面 但他们却缓缓地后退 向摄像小哥靠近 故事完 日本的鬼怪俗众 从来都是无差别攻击的 所以才显得那么可怕 连亲朋好友都不放过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哦 你看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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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